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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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浩 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没事 就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没想到那小子这么难对付 浑身酸疼无力 那家伙的招数 难道都是针对静脉的? 喂 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失败了? 没什么 出现了一些意外状况而已 我自己能解决 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三天 要是你还没有完成委托 不过我可要另情高明了 三天 足够了 上脑筋呢 这女人连续两次失败 已经靠不住了 要早做准备才行 待我恢复元气 再去找那臭小子算账 下次 你死定了 林浩 林浩 嗯? 你一个人发什么愣呢? 有什么事吗? 昨晚多亏有你 我会再增加人手保护这里的 云儿 我不能再待在诊所了 杀手是冲着我来的 这样只会连累灵医生 欣欣 委屈你再坚持一下 杀手背后的人 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了 那 好吧 我也让家里拍一些保镖过来 不能让林医生一个人冒险 放心吧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 也能保证你的安全 那我就回去抓紧追查幕后黑手 你们多加小心 OK 交给我吧 要我还是有点酸痛啊 林医生 对不起 倒是因为我 才让你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 好了 别放在心上了 你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样 我给你调个药玉怎么样 药玉 这可是专门为你研制的独家秘方 不仅有助于恢复体力 更能美容美颜 正皮肤更加光滑 真的吗 这么厉害 当然了 而且我只要更换药材 就能满足各类人群的养生需求 林医生 就决定是你了 我一直想开一家高端美容SPA 你有这么好的配方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呀 听起来倒是不错 但这药材可不便宜啊 我今年的零花钱 只剩下两个多亿了 也不知道够不够 够够够够 绝对管够 那太好了 我出资金 你出技术 盈利 我们五五开 你好 你们俩待在日式干嘛呢 我跟欣欣啊 刚才刚谈了一笔几个亿的项目呢 啊 几个亿的项目 真还真不少呢 没想到老头子把梁博的小楼 改造的还挺像样的 快走吧 林浩 你可是今天的主角呢 哎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无视诊所瞧牵 感谢大家来捧场 为回馈社会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进行持续三天的免费问诊 做诊医生 都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神医 零号 嘿嘿嘿 过奖过奖 也没那么省了 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帮大家解除病痛 太好了 谢谢林医生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进行持续三天的免费问诊 做诊医生 都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神医 零号 嘿嘿 过奖过奖 也没那么省了 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帮大家解除病痛 太好了 谢谢林医生 看了九十多个病人 骨头都要算麻了 辛苦了 帮你按摩一下 我爸已经说了 下个月开始就给你转工资 算他有良心 虽然搬到了新地方 我还是挺怀念这里的 念就是人之常情 若兰 你闻到没有啊 有一股好香的味道 林医生 若兰 你们回来了 晚餐马上就好 兴兴 兴兴 你刚痊愈不久 做饭的事还是让我来吧 没事的 举手之劳而已 快坐下吧 哇 这么丰盛 这不是庆祝诊所乔圈之喜吗 林医生 若兰 我敬你们一杯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 对我无谓不知的照顾 西西你太客气了 大家都是朋友吗 就是就是 况且下女儿是提前付了钱呢 干杯 来 这个真好吃 林浩你慢点 别噎住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明天还有一大堆病人等着我呢 老大 救命啊 有人受伤了 肚子伤 发生什么事了 老大 这姑娘流了好多的血啊 你快救救她吧 我刚才在路上开得好好的 她突然从一边冲出来 我没来得及刹车 就就成这个样子了 我我不敢去医院 只好来找你了 这女人怎么这么厌熟 出血量很大 身上却没有明显伤口 到了 好了 她就交给我吧 你先回去吧 她不是之前那个杀手啊 不过 既然你送上门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等我老实点 不然我就开枪 怎么 演不下去了 女杀手 你竟然识破了我的伪装 不就是剪了个头发 换了身衣服吗 就你这也叫伪装 这家伙 又在小看我 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打欣欣的主意 我现在一枪打死你 看你怎么保护她 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笑的 开枪之前 还是先看看你自己的手腕吧 手腕 这里怎么会有个伤口 皮肤也变得青刺 刚才给你检查的时候 我已经将一种特殊的毒素 注入到你的体内了 这种毒素 会从伤口流向心脏和大脑 毒发之时你会全身麻痹 奇痒无比 最终蹊跷流血不亡 而且 只有我才有解药 想吓唬我 大不了一起去见炎王 我的手 为什么动不了了 看来毒性 已经从伤口附近开始挖座了 说吧 你是谁 又是谁派你来的 我叫冷月寒 是个杀手 但故主信息不能透露 这是行规 我可以帮你解毒 但你要放弃刺杀核心心 并且保护她的安全 不但不杀她 还要保护她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恐怕没有拒绝这个选项了吧 什么 不仅是手 整条胳膊都麻痹了 身上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痒 距离挂掉只剩下不到十分钟了 到底要不要答应呢 好吧 OK 跟我来吧 喂 不是说帮我解毒吗 是啊 那你脱我衣服干什么 因为解毒用的是我的毒门针法 你爬好就行 太神圳了 断衣 搞定 感觉怎么样啊 这球 完了 对啊 不然你还想要啥 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小心着凉了 可恶 竟然被她摆了一刀 不过毒已经解了 我也不用再怕她了 你现在肯定以为 解毒了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是吧 可惜 我刚才施针只是延迟了毒法时间 过了十天 你还需要再找我治疗续命才行呢 什么 你可真是带毒 对付你这种职业杀手 我也是逼不得已 你就不怕我跟你同归于尽 是吗 逗你呢 只要你遵守约定 我就绝对不会伤害你 希望你说话算话 慢走啊 别忘了十天后再来啊 闭嘴吧你 总算是搞定了一个心腹大患 好困 下一个患者请上前 只剩下最后几个病人了 加油哦 嘿嘿 没问题 终于完了 肚子好饿 辛苦了 诶 这壮观的车队是咋回事 林医生 若兰 你们回来了 我正准备出去办点事呢 师母说这车队是来接你的咯 是啊 对了 家里派了几位保镖过来 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林医生好 呃 这位小姐是 欣欣 你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其实她是我的替身啦 诶 大小姐 怎么能随便把我的身份说出去 放心吧 她们都是值得信赖的好人 真不愧是好门 哦 竟然还有替身 介绍完了吗 快点上车吧 呦 原来你也在啊 映儿 麻烦再等我一下下 林医生 方便透露一下 你现在的薪水是多少吗 嘿嘿 不瞒你说啊 自从我搬到了薪质所之后 我的工资涨到了一月八千 外带无险一斤哦 啊 照这个水平 你干十年 也比不过我家保镖一个月工资啊 诶 我去 那你家保镖岂不是黏入百万 照这个水平 你干十年 也比不过我家保镖一个月工资啊 诶 我去 那你家保镖岂不是黏入百万 如果林医生愿意做我的保镖和医生 我会给更多哟 真 真的吗 嘿嘿 不用着急答复 你可以先考虑考虑了 林浩 对不起 嗯 干嘛道歉啊 我家给不了你那么好的待遇 明明你能力这么强 如果哪天你想离开 一定要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阻止你的 若兰 我是在跟她开玩笑呢 打扰一下 呦 这么快就办完事了 林医生 永儿已经查出刺杀我的幕后主使了 正是钟义堂的对头 为了给他们一个威慑 我父亲决定 今后何家和钟义堂的所有合作 正式公开 哦 这么说何家又和钟义堂正式结盟了 没错 三天后我们两家要专门举办一个联盟竞典大会 圆儿 怎么了 下龙头有事找你 那我先走了 先请你自己跟林浩说吧 怎么着 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 竞典当天 我会代表何家出席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 这样感觉更踏实一点 嗯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怎么样 好吧我答应你 林医生 你帮我这么多 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 那以后每天你都给我做饭吃怎么样 没问题 就从今晚开始吧 哎 我就随口说说而已啊 好 林医生 先来一杯开胃红酒 如何 哎 感觉我们好像在过二人世界哦 哈哈哈 星星你真会开玩笑 各位观众 我现在正在中一堂和何家结盟庆典的现场为您发回报道 啊 这 这是哪个智障选的地方啊 我选的地方怎么了 这周围都是高楼 万一有杀属埋伏在高处 我们都有完蛋 现在立刻就派人去美森检查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早就检查过了 何小姐您好 请问何家与忠义堂结盟后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莫标锁令 这次你跑不掉了 啊 杀人了 快跑 不错 是狙击手 怎么会这样 别傻愣着了 快发下 小姐 对不起 以后 我恐怕再也不能 保护你了 不对 那个女的只是替身 真正的核心性另有情人 什么 那梦标到底在哪儿 肯定还在附近 仔细观察 那个女的只是替身 真正的核心性另有情人 什么 那梦标到底在哪儿 肯定还在附近 仔细观察 我们应该没有暴露 你们千万别乱动 让我观察一下 快 保护黄小姐 你们不要过来啊 别发现了 你们这些蠢货 黄小姐别怕 我来 不 不 不要 快 把车围起来 挡住杀手世界 别 灵狗 我们安全了吗 暂时应该没事了 可万一杀手 射中油箱引起爆炸的话 那就糟了 真是一群蠢货 全都给核心心陪葬吧 什么 啊 来了吗 臭小子 我身上的毒还没紧 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挂了 那女人 不是之前刺杀欣欣的吗 放心吧 已经是自己人了 请问您才是真正的和欣欣小姐吗 啊 我是 我是广城电视台的记者 不知您对今天遇刺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 小心 此地不予久留 快走 我带欣欣离开 月儿 你带人再好好排查一遍现场 我明白了 下车 让我来开 诶 等等 我看你很面生 是终一堂的人吗 嘿嘿嘿嘿 老子是阎王殿的人 可恶 给我 滚回阎王殿去 坐稳了 星星 你的电话响了 哦 看来她是真的被吓坏了 还是我来接吧 何小姐 您没事吧 现在在哪里 喂 我是林浩 星星现在跟我在一起 你们先确认诊所的安全 再和我联系 二位去哪儿啊 您往市区开就行 好嘞 星星 星星 已经没事了哈 我们已经安全了 好了 不哭了哈 你再哭的话 司机叔叔可要笑话你了 放心 星星 我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的话 还怎么开车啊 我这是给你小子 创造机会呢 对了 差点忘记最重要的事情了 大叔 去购物中心 哎 没问题 星星 你买一套新衣服换上 防止再被人盯上 嗯 林浩 你也换一件吧 啊 哦 哎 感觉心情好多了 啊 对了 陪我去看电影 好不好 好嘛 今天无论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的 没有别的观众哎 我们两个包场 因为你选的是科教片啊 哪有观众来电影院看这个 你真是个傻瓜 林浩 今天真的谢谢你 想快速止血 必须上去云门 下暗阳关 只要进了这门 都算是我的病人 小姐姐 你不会以为 我只懂医术吧 就凭一群乌合之众 也想来教训我 下面就交给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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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